依投资类别概述 Surveying the field 投资的可能性多种多样 但可概分为三大类别 而了解每个类别的特性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以某种货币计价的投资标的 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 抵押贷款、银行存款和其他投资工具 这些以货币为基础的投资标的 多数被视为安全的 但它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资产 它们的贝塔值或许是零 但风险非常大 过去一个世纪中 这些投资工具在许多国家 摧毁了大量投资人的购买力 即使它们可以持续按时收回利息和本金 更糟的是 这种可恶的结果未来将一再重演 货币的最终价值是政府决定的 而系统性力量 有时将促使政府奉行一些 导致通膨高涨的政策 这种政策不时会失控 即使在人们强烈渴望币值稳定的美国 自1965年我掌管波克夏以来 美元的价值也惊人地萎缩了86% 要买当年一美元的东西 现在至少要花7美元 因此在这段期间 一家免税的机构 必须每年从债券投资上 获得4.3%的利息 才能维持资金的购买力 如果其经理人认为这些利息当中 有某部分是收益 那是在偏子的 至于必须纳税的投资人 情况更是惨得多 在这47年间 持续投资在美国国库券上 年化报酬率为5.7% 看起来颇令人满意 但如果投资人平均缴25%的 个人所得税 这5.7%的报酬 将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收益 这名投资人看得见的所得税 将吃掉它1.4个百分点的报酬率 而看不见的通膨税 将吃掉余下的4.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投资人很可能会认为 自己的主要负担是看得见的所得税 但隐含的通膨税造成的损失 其实是所得税的三倍以上 虽然美钞上印着 我们信赖上帝 但那只控制政府印钞机的手 却一直都太人性了 当然 利率如果够高 投资在这些货币类标的上 所面临的通膨风险 是可以得到充分补偿的 事实上 1980年代初的利率便够高 但是目前的利率则远不足以补偿 投资人承受的购买力损失风险 现在的债券 是应该贴一个警告标签的 因此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喜欢货币类投资 即使如此 波克夏持有很多这种资产 主要是短期标的 维持充裕的流动资金 对波克夏至关紧要 这是我们将永远坚守的原则 利率再低也不例外 为了因应这项需求 我们主要持有美国国库券 经济乱成一团时 这是唯一能可靠的提供流动资金的资产 为了满足营运需求 我们一般会持有2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绝对不会少于100亿美元 在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和监理机关的要求之外 我们只会在市场提供异常获利机会时 购入货币类标底 这有两种可能 信贷资产价格异常 不时发生的垃圾债崩盘 便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又或者优质债券的利率 升至异常高的水准 投资人因此有望在利率下跌时 实现丰厚的资本利得 虽然我们以前曾把握这两种机会 未来也可能会这么做 目前是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华尔街业者雪尔比·库隆·戴维斯 很久以前讲过一句讽刺的话 用来形容目前的情况似乎很贴切 有些债券据称可以提供无风险的报酬 但以他们现在的价格只能提供无报酬的风险 第二类投资标的 是一些永远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的资产 买家购入是期望未来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买进 而接手的买家也知道这些资产是永远不具生产力的 在17世纪 郁金香曾短暂受到此类买家的疯狂追捧 此类投资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买家群体 而接手的人会进场 是因为他们相信买家群体将进一步扩大 人们持有此类资产 不是因为相信他们可以生产出什么来 这些资产是永远不具生产力的 而是因为相信其他人 未来将更强烈渴望拥有这些资产 这个类别中的主要资产是黄金 而目前有些投资人很爱黄金 因为他们对几乎所有其他资产都很不放心 尤其的是一般的货 我们稍早指出担心货币贬值是正确的 但是黄金有两大缺点 本身没有多大的用途 也不能生产出什么东西来 没错 黄金有若干工业和装饰用途 但这些需求相当有限 连新生产出来的黄金也消化不了 此外 如果你一直持有一盎司的黄金 你最终也只会拥有一盎司的黄金 购买黄金的人多数是因为相信 将有越来越多人对其他资产不放心 过去十年间 这种想法已证实是正确的 在此之外 金价上涨本身也能制造出更多买气 吸引一些人进场 因为他们认为金价上涨 证明了黄金的投资价值 这些追随潮流的投资人 一旦投入 就能制造出自己的真理 但只能维持一阵子 过去15年间 网络股和房屋已经证明 起初有道理的投资理论 加上广为人知的价格涨势 可以制造出疯狂的投机潮 在这些泡沫中 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大量投资人 被市场提供的证明说服了 而买家群体一度显著扩大 足以暂时支撑市场 但是任何泡沫过度膨胀 总是破灭收场 如今市上的黄金存量 约为17万公吨 如果这些黄金都融成一块 可以做出一个边长 约68期的正立方体 一个棒球场的内野 可以轻松融下 我撰写本文时 金价为每盎司1750美元 这块巨型黄金的总价值将是9.6兆美元 我们称它为A组资产 现在我们来建构等值的B组资产 9.6兆美元可以买下美国所有农田 4亿英亩 每年可以种出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加上16家爱克森美孚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一年盈利超过400亿美元 买了这些资产之后 你还有一兆美元可以花用 如此狂买之后 完全不会觉得穷 你能想象一名 有9.6兆美元的投资人 选择A组资产 而非B组吗 既有黄金存量 是值惊人 而除此之外 目前每年新生产出来的黄金 按当前试价计 价值约为1600亿美元 黄金买家无论是珠宝业和工业使用者 担心其他资产贬值的人 还是投机客 必须持续消化新增的黄金供给 才能维持当前的金价 未来100年间 美国4亿英亩的农田 将生产出数量惊人的玉米 小麦 棉花 和其他农产品 而百年之后 这些农田仍将持续种出宝贵的作物 无论届时的货币情况如何 埃克森美孚在这100年间 很可能已经向股东派发了 以兆美元计的股息 而且它持有的资产价值将增加很多兆美元 别忘了 你有16家埃克森美孚 而百年之后 17万公吨的黄金 仍将是17万公吨的黄金 也仍无法生产出任何东西 你可以抚摸这个黄金立方体 但它不会有任何反应 确实 一个世纪之后 人们恐惧时 很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蜂拥购买黄金 但是 我确信未来100年间 A族9.6兆美元资产价值的年化成长率 将远低于B族资产 前述两类资产 在人们最恐惧的时候最受欢迎 对经济崩盘的恐惧 会趋势散户 抢购货币类资产 尤其是美债 而对货币价值崩跌的恐惧 则会促使人们购入没有生产力的资产 如黄金 2008年末 我们听到很多人高呼 现金为王 但当时恰恰是应该动用现金投资 而非持有现金的时候 1980年代初 我们则是听到很多人说 现金是垃圾 但当时美债资产正处于 我记忆中最诱人的价格水准 在这些情况下 投资人若是必须跟随大众的做法 才得觉得安心 将必须为这种安全感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自己喜欢的投资标的 则是我们必然要谈到的第三类投资 也就是生产性资产 可以是企业 农场 或不动产 理想的生产性资产 应该可以在通货显著膨胀的时期 有效保护投资人的购买力 同时只需要很少的新资本投资 农场 不动产和许多公司 例如可口可乐 IBM 和我们的子公司食丝糖果 能满足这两个条件 有些公司 例如我们受管制的公用事业子公司 不符合条件 是因为通膨导致 他们必须承担重大的资本支出 为了增加盈利 这些公司的股东必须增加投资 但即使如此 这些投资仍优于非生产性或货币类资产 一个世纪之后 无论我们使用的货币 是黄金 贝壳 鲨鱼尺 还是纸钞 一如现在 人们仍将愿意 达出分钟的劳动所的 换取一罐可口可乐 美味的花生脆片 美国人未来将运送更多多 消耗更多食物 即需要更多 我国的企业将继续高效地供应 我国民众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打个比喻 这些企业如牛 将生产越来越多牛奶 他们的价值取决于 他们生产牛奶的能力 而非交易媒介 出售牛奶的所得 将带给乳牛的主人 越来越多收益 情况一如 20世纪的美国股市 道琼工业指数 从66点 升至11497 期间还派发了大亚 量股息 波克夏的目标 是增持一流企业 我们的首选是收购整家公司 但也将借由持有数量可观的 上市公司股票 成为一流企业 不惧控股权的股东 我深信 在我们所讲的三大类投资中 第三类投资的绩效 长期而言 必将远优于另外两类 更重要的是 第三类投资 也比另外两类安全得多 再次看